大家好 歡迎來到保藥黨衛百兵 大家好 我是寶哥 最新我們先說Physical Physical 即是 剛剛今早爆風 就真的正式落幕了 因為這個Physical 說會收皮 已經傳了十幾年了 講了一段時間 因為最早就是這個 那個叫什麼呢 舒適寶 舒適寶 Physical 叫舒適寶 Chalifornia 是的 Chalifornia 是的 然後他就很討厭走過去 之後慢慢說其實他會不會爆價 而且他是保持減價的 是啊 因為其實 你有沒有參加過Physical 沒有 我在很多年前 如果關於Physical 我就會講一個很恐怖的故事 那我想先聽一下 因為如果我參加Physical 當年我叫做七八歲 十八九歲就開始會去康民署做專業 當然是私事錯了 不過這個不重要 我有個朋友也有做專業 他就在Physical上做 我記得我大約是二十歲左右 有跟他 他也是我真的很好朋友 我跟了他去Physical 就是可以帶個朋友進去試一堂 就不用錢那些 他不是教練 他純粹都是裝會員 他用會員身份帶一個朋友進去 但是我就要登記 通常就填完身份證號碼 頭幾個字 你的英文傳寫 就進去 因為他不會專門確認你 進去 我跟他玩了一半 突然走過來之後 你之前有沒有來過 我說沒有 你之前有沒有退過任何Physical 都沒有 你有沒有做過會員 更加沒有 然後我說這麼奇怪 因為我們在後台檢查到一個 他英文拼音跟你音樂一樣的人 然後身份證號碼都一樣 然後他登記做會員 他已經印身份證 他的樣子都很遲 我說真的不是玩東西 真的沒有 導用了 之後他還有什麼資料 他說他再叫我填出生日期 還有整個身份證號碼 不是我先填出生日期 他再回去 出生日期 是一樣的 因為我給他看 我6月22日出生 你回去再檢查 出生日期都一樣 他說他什麼時候有來過 他說他上個星期是來過的 因為他有看最後登入日期的 他上個星期是來過的 我說怎樣 因為我只留了一個身份證的英文字幕 再加三四個字 我寫了給他 我寫了這麼多個給你 你再檢查 然後他走出來 不是同一個人 那麼容易 之後我就很想問他 我可不可以看看他的照片 是幾次 因為是個名字 出生日期和身份證 是不是頭幾個都一樣 因為出生日期一樣 如果香港出生的話 所以身份證是會很接近的 也不奇怪 但他是剛好 同一天 同一個名字 我同一個名字 而且他早一個星期是怎樣 他早一個星期就加入會員 他不是離開 他不是一直都繼續進來 他的心態是跟我一樣 走同一條路 他早一個星期就登記了身體 即是有個傳說 你這個世界有另一個你 有另一個我 我說他有沒有留下電話 我很想打給他 這樣客人知道又不可以給 但是真的 好有餘 好厲害 而且他的樣子很像 因為他影響他的身份證 他影響他的身份證 他影響他的身份證 這樣 很詭異 我覺得這件事很恐怖 可能他跟你的人生有99%相似 但他沒有做到YouTuber 對 應該沒有 否則應該會知道誰 平衡時空暗 如果你是他 你不要找我 我覺得這件事很恐怖 可能就是剛剛拍拖 不會吧 這女生也很像 厲害 我先講回身體 其實我十幾年前有加入過 我記得也是二十多歲 那時是在王國那間 因為他指定你的會籍 就是去某一間 以前的 然後我就沒有被人推銷 因為我也是跟著朋友玩的 有些朋友是大麥克 跟著他玩一下 玩一下 沒有玩的 但其實一路傳說裡面 他說倒閉就倒閉了很久 因為都經歷了很多 我想是大事件 就是 金融風暴 接著去到 最近就是COVID 中間都還有些事情發生過 一路遙傳去撿 但中間其實你撿了那個 Gorgia 然後California 他都還沒有撿 去到這次真的撿 我會說 其實 即是Physical 也可以說是健身界的 開山鼻祖之一 接近 他是走平民化路線 那個是 很早和很久 其實他的Panic 都是很別出心才 是嗎 因為其實早在幾年 我已經聽過 有一個叫永久一世Pen 是 即是一世任做 是 即是 即是 你給了錢 就任玩一世 當然他賠不到你過世 即是現在 而那些二三十年Pen 即是以前我們做保險 那時候也聽過 但他們也很創先學地 保險 不是 健身也有二三十年Pen 他們起碼是十年Pen 三十八元個月 類似 所以其實 如果以Cash 亦都養活了PT這個行業 其實在以前 即是未有Physical之前 其實基本上是 可能是力威 力威健身 健身健身 健身健身 師傅那些 是 代替我推 完全是改變了 對於 健身的文化 也都越來越盛行 即是你看看 現在和十年前 其實會去做運動的人 是多了很多 而去做健身的人 都多了很多 所以其實不知道大家聽到 有沒有覺得奇怪 其實世界的趨向 是越來越多人去做 反而他要死 其實很多人去做運動 多了很多 其實現在 以前 沒有什麼人會去做健身 現在其實基本上 你會說他有沒有做健身 你已經覺得他是 那個人有很多Discipline 總之 即是 即是 即是十九都做 現在 所以 但是反而他死了 這個其實 我們可以趨勸一點 其實 現在是一個碎片化經濟的年代 換句話說 大台 是越來越 一個大的集團 或者叫大台 其實他 現在他死亡的速度 其實是 以一個槓桿的比率來去死 即是你看回 其實現在有很多 即是這幾年來講 其實很多大的 已經有歷史 或者是 他那個分店多的 這些其實都是死的 即是現在 應該正在離開 下一間便是Pure 好像很癢 都沒有交租 都是等死 其實就是 因為其實是受惠了什麼 應該是受苦 這個碎片化的經濟年代 因為 現在其實你可能下街 你會有幾間磚房 走過兩條街 即是可能一個工業區 又有些磚房 即是會有些很細型的磚房 是出現了 因為如果 以公下計 你租過一千尺的 不大 一千尺 拿來做Gym Room 那可能看你哪個區 可能兩萬元租就OK了 是的 我不管你 荔枝國還是觀塘 我想 這些租金 平均 兩萬元有一千尺 然後 裡面的器材添置 首先 現在海量多二手 再不是就淘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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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你真是很講究的 就不多 就是買些器材 是的 你除非打個市場 是很優秀的 是的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原來你設置一間健身室 可能是一球內的事 是的 不是想像中一樣 以前大家的概念 是說一間 physical 怎麼開幾萬尺 幾千尺 你又要洗澡位 又要桑拿 裝修的廁所 那裡很糟糕 現在是沒有的 可以沒得洗澡 可以這樣去廁所 一間一個洗澡位 是的 所以其實是 大家可以想像到 其實市場大了 不等於 就算你已經進入了市場 你不等於是可以享受到那個利益 而我想 都是同樣道理 為什麼到最後都是捱不過 就是COVID之後才死 當然中間一定是拿了很多政府的資金 還有拿了很多貸款 但是大家都是倒一鋪 那時候 做生意的人 在COVID的時候 都是倒一鋪 就是什麼呢 完了之後的經濟會好 誰知道是更差 COVID的時候的經濟 應該就變了 你會預計 接著 那些錢就越來越收不到 但是你只是還利息 你還不到半 那你計算一下 你做老闆 你看到你裡面 都還有 cash flow 你還沒有死 你那一刻就是葬事斷備 就是 都是計算 但是同時間也有很多 健身房也都出現 有些是 up and coming 譬如是24-7 其實他開的分店數目 也是多了 或者一些 anytime fitness 其實他背後的 business model 是fanchise的 model 而舒適保的 model 是一個中央集權的 model 換句話說 中央集權的尺寸大的生意 好處是什麼呢 當經濟是up flow 向上升的時候 他賺的錢是幾何級數的 但是當你遇到一些經濟的下降 或者各樣東西的時候 其實你的虧視都是槓桿的虧視 所以你也難以去對抗現在的小健身 因為現在其實在說 你是會想附近有 方便就去 那可能他有了pt的價錢 都不是你那麼貴 因為其實你 譬如你以前physical 你加入了pt pt又瘋狂再賣 對 就像裝美容院那樣 對 所以其實 他的reputation已經很差 其實坦白說 他能夠做到的客 其實他不是做到現在 會經常做運動的客 對於physical來說 可能他最多的其實是些師奶 他不是買專業的 他就是賣個很爛的價格 和郭富城 郭富城都沒有那個威力 所以其實這個是可惜的 但你也看到其實在經濟上面 現在越來越 我叫做不同的山頭會升起 可能以前的餅是100萬 現在的餅是多了的 可能變成1000萬 但是以前可能是三個人分 現在是三十個人分 那你變成你以前的歌手 他不能夠再舔到那麼多事佔率的時候 那就出事了 還有在幫我女友買廣告 講開健身事 一定要 因為 只是做女生 一來只是做女生 所以南庭總統 Sorry 不是他有收藍學生的 我 只有我 只有我 對 如果你是健碩了 沒有沒有沒有 我照樣粗了 這個沒有關係 我想說那個位置就是 如果作為消費者角度 我去做健身 有幾款 一款就是我什麼都不懂 不知道叫人推就推 都是這樣 會有點尷尬 或者是你完全不懂 其實你有些壓力 我不知道你會不會 或者是不讓你 或者是你見人都是這樣推 那我就這樣推 可能死了 各樣的 自己傷了 那這些就要他們自己上課 自己做才能做到雙交 負代價 對 這個是第一款 第二款就是 我知道 當然什麼器材款式 種類 有些會自己做功課 各樣 他知道原來一部機有不同玩法 原來有什麼新款機 就可以練到不同的肌肉 這些就叫做 他走多步 有研究 他可能會選一些 健身房子 就是多些器材 另一款就是 他有新手 但他就知道做健身 需要顧及安全 姿勢動作 他知道要教練 可能他會去一間不錯的健身室 找一些好一點的健身教練 但是同事就是 其實基本上 所有健身教練 尤其是你飄華好 之前收拾了肌肉 也好 剛剛收拾了肌肉 也好 去到某個位置 你上了十堂 八堂 二十堂 你發覺都是這些東西 好像我學的東西差不多 你又沒有動力 或者起碼我帶路的 我練空練背 練二三頭練腳 好像都是那幾尾 或者我都覺得 其實我自己也練到 那你就不會加入PT 你只是給會籍 只是想進去做 那慢慢 還有你知道人一陣陣的 我今年很勤力做健身 又不是一定 每個人很精彩 一直做到40歲 那這些升升跌跌 就會影響到 他收入的會費 然後去到第二 還有一類就是 他們知道自己 未必很有精彩 每個人都去做夢 自己又不是很熟悉 這些動作怎樣做 但我又知道我想減肥 主要在這個市場 他想減肥 那他就會想找一些好一點的PT 或者他找一些 但起碼我看來的PT 因為你知道有些PT 真是健碩 大肥腫難分的 他有層脂肪包著肌肉 不是你想要的那種身體 不是你看到那些 又或者很多時候 當然是謀誤來的 就是那個那麼健碩 我跟他練 我不想練我那麼健碩 當然有些女生會這樣想 他的腳那麼粗 我跟他練我就是那麼粗 其實你要知道 要操作是很難 不是很容易的 難道美國隊長教我做健身 我就說 哎呀 美國隊長太大隻了 你又想啊 當然這些是謀誤 但其實後來都可以 講一下重點 就是 所以這個市場 可能有不同的消負者 大老的就是這幾類 另外當然有些 就是他自己很專業 他是去玩健美的 很專業的 那些他需要的教練 一來就可能要再專業一些 真的玩專業的 還有他們可能有些 不知道拿些什麼專業卡 我聽過女友說 類似這些 都不僅是牌 他們真的有另一些牌 還有另外一些比賽 是真的贏過的 就叫做拿到專業卡 都不詳情我不知道 總之是專業 是的 然後你一個gym room 你不可能不提供了那麼多種的教練 教練也會很貴 是的 所以也有些輕人 就像我女友那樣 他自己自家 總之我又很健康 你想保持減肥的 你想向我這個身材的方向走的話 你就來找我 當然我看到他的學生 是有很大的改善的 是的 還有很多女生 會知道他減肥 你減肥什麼都減肥了 我最近才了解到 我作為男人 我也是近期才了解到 有一種女兒叫微伴侶 OK 你看到男士 就不會覺得肥 但他的身材很好 這些就是最好的那些 然後呢 市面上的Terms 形容他為微伴侶 OK 就是小小肥 而我想 微伴的那個名字 從中文解讀 就是瘦和肥中間 OK 就叫微伴 其實真正的說法是瘦和肥 都有 不過瘦的就瘦 肥的就肥 在肥的地步 應該肥的 是的 這些是夢寐以求的 夢寐以求 是的 而很多人呢 我懷疑那些女生找我女朋友 是因為這個原因 就是怎樣可以瘦身不瘦胸 是 男士覺得這個重要 女士都會覺得很重要 當然怎樣做到呢 就找我女朋友 你一個之一不得了 你看他的IG看到 這些我沒得吹水 是的 你說DNA有影響 DNA是有影響 但是你說後天有沒有做得對 當然有做得對 這些當然要 這些就是商業機密 這些當然是商業機密 就是這樣 不是商業機密 只是給錢就可以得到 這些機密 機密的意思就是值錢 所以你要給錢 我們已經放了兩三條出來教的 即使你瘦到好 網絡空大一點 已經有教了 留意我們IG會有教 詳情你想很有效果 就找我女友 就是這樣 所以在不同的市場上 不同的客人的要求 就是身體已經不能夠滿足 當然同時間也有24.7的出現 24.7的出現就是你身體會收舖 我24.7不會 還有很多人很久 知道是凌晨兩三點做專家 所以我不明白 不過你不要管 總之這個世界就是有這個需求 所以24.7的出現 每一間分店他們貝亞的成本 就由一個Franchise去貝亞 都可以這樣說 不同的24.7都會爭客 因為我拿著那張卡 如果說我在尖沙咀店裡幫襯 還是鑽石山幫襯 就會影響到他們的舖 會有什麼分成 去到某個位置 可能有些會選擇很漂亮的場 很漂亮的儀器 很漂亮的器材 就是吸引你的人去 只有我這間店才這麼穩定 即使你旁邊有24.7都不去 尖沙咀那間 因為這些 所以變成他們24.7和24.7都會有競爭 沒有競爭 在這個情況下 如人得利的就是24.7 Franchise Shaw 就是會如人得利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你身體是不能這樣跟個別的人去鬥 所以身體是被瘋狂去延長的24.7 被時代去淘大 譬如有很多網店是做不住 或者超市很難做 凍肉店很難做 但是小弟的網店就做到 即是會有那個生意的 即是黑鳳種在 因為本身就叫小弟有少少知名度 然後可以去帶貨 然後有些食物出品 希望大家喜歡 因為我們有出這種收服袋 大家記得可以買 然後重點就是 我不需要很高的成本去集貨 即是我不需要一天入一噸牛扒回來 集在冬瘡那裡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買得了 這樣 我可以因著大家的 大概需求 時節 各樣 我就入一些不需要很大量的貨 所以我需要一點集貨 但每一件貨會貴一些 但同時間就是我的資金不就很高 我又不用有一個地貨 你不用分享那些價錢 是的 我的價錢是我的工場 只有這個成本 所以我很多不同的東西 都會簡單一點 都靈魂一點 再加上我多 因為我不是只買動肉 也不是只能吃東西 我有浸泡包 又有茶 還有很多不同的東西 現在經營的壓力就沒有那麼大 所以那個商業模特兒是你 還有你推薦的本體 嗯嗯 跟一些 譬如 你為什麼會死 多說一些 就是 因為它主要的 income 的樂園 其實是來自於sale plan 那裡 sale教練的那些 他賺錢的主要的 肯定不是每個月的那些月費 而是你再去Joint course 再去Package 再去PT等等的地方 而這些是很受經濟影響 現在經濟客觀地是差 這個是不能夠 就是不能夠說不是的一件事 那你變成這些 的 income 一定是倒閉得很厲害 再加上 其實它轉不了身 因為你太大間的時候 其實你很多東西都很不靈活 當然不是說大一定不好 大有大的好 但是你面對一些困境 你要轉身 要轉變你的 business model 或者轉變你的 strategy的時候 其實就會很困難 就是基本上你CEO想動 但是你下面的那些叫做中心的管理員 可能已經是不會聽你的資料 所以很多東西 我會覺得是時代碎片化的經濟下 他會被淘汰都是可預計之中 所以希望 我按照新聞 也有些人說 剛剛一個月才買了一本Gas de Pan 也會輸很多錢 這些都是沒辦法的 其實你買一個 預設的一個模特兒的時候 你都必須要拿一個威風 是他會倒閉 這個是無論你是什麼地方 都有機會發生的 所以 當然不是說他們不慘 但是 business is business 所以 希望我們聽眾沒有什麼是 physical的會員 是 希望 好 我們第二件事說什麼 第二件事說 其實上一集就說 雖然上一集Vilsall不太多 但是出奇地都收到不同的朋友 都是有讚小弟說的話 有些正確的回饋 就繼續說 就是我看書裡面 我添加了一些內容 跟大家分享一下 都是跟我們的思維有關 其實是說四件事 第一件事是說事實 第二件事是說觀點 第三件事是說立場 第四件事是說信仰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 我們跟人溝通的時候 其實如果你看到他在說什麼 你會少很多情緒的爭辯 那是什麼意思呢 打個譬如 當是 今天天氣很差 今天天氣很差這句說話 大家覺得是事實 是信仰 八號波是一個信仰 八號風球就是信仰 是理事力場的信仰 我們很多時候聽說 天氣很差 如果聽眾 你馬上就想 這個是事實 但其實這個是你的觀點 如果事實是什麼 八號風球是一個事實 但是天氣很差 其實不是一個事實 因為你可以覺得這樣的天氣 是很好天氣的 這個是你的觀點 但是很多人 其實有時候我們溝通的時候 我們會把我們的觀點當是事實 這個就是爭拗的基本的地方 就是他看不到的一件事 我們在談的究竟是一個事實 還是一個 就是打個譬如 一件事 就是譬如 我覺得我男朋友是一個混蛋 是一個混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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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在他的世界上 可能覺得這個是事實 他做了很多事 就證明他是一個混蛋 所以這個在我眼中 是一個絕對的事實 但是本身混蛋 不是事實 他是一個觀點 可能他經歷了 可能他發生了一些事實 譬如他在 譬如亂溝女 或者是經常說的事情 不算數 做不到等等 很多的事情 他累積了這些事情 成為了他眼中的事實 但當一個 如果我講的是事實 其實你講一個觀點的時候 其實是談不到 即是對不到罪 這個時候 其實很多時候 我聽過很多的 譬如打個譬如 我老闆真的很刻薄 八號風球都要我上班 即是落檔類似是這樣 其實可能八號風球 要上班 這是事實 但是事實 是令到你有那個觀點 所以其實 這個觀點會令到你有個情緒 但是你會覺得 很多時候 我經常聽到一件事 是甚麼 那是經過事實 都改變不了 那他就會覺得很無力 但其實 觀點 你是能夠改變的 事實是不能夠改變的 事實是一些 你已經發生了的事情 而其實我們很多時候 我們不知道 有個事實 引申你有一個觀點 而那個觀點 你有沒有意識 那個觀點 如何形成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看到你自己的觀點 如何形成 你就有機會改變 那改變有甚麼好處 就會令到你少感某些情緒反應 所以這個其實已經是複雜 少許複雜的概念 但是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譬如我們每一天生活的時候 其實你跟人溝通的時候 有多少是你的觀點 多少是你的事實 因為我發現很多人是混淆了 他會覺得他看的世界 所有的東西都是事實 而事實就是不能夠改變 他就會覺得他人生不能夠選擇 所以 其實很多都是觀點 當你是觀點就不能夠選擇 所以 這一個想說些甚麼 其實你也要留意一下自己 其實我們平時溝通出來的東西 有多少是你的觀點 你當作是事實 或者反過來 有多少是事實的 你以為是你的觀點 當你看一件事是事實的時候 你能夠用一個很客觀的角度去看 客觀的時候 你會容易去看到那件事的本質 以及你怎樣去應對這件事 但是當我們如果將這兩樣東西混亂了的時候 你會很容易掉進很多 第一會做了很多錯的決定 第二你會衍生了很多 我叫做不必要的情緒 而那些情緒 可能就是 那個情緒 甚至有些人會覺得 他的情緒也是事實來的 但是那個情緒 真的完全是個人主觀感受 我們再講講 更加容易會令到人和人之間 會有爭執的東西是什麼呢 就是立場 我們很多時候直覺知道什麼是立場 你的立場是什麼 但是那天我看 那其實立場的定義是什麼 就是沒有什麼研究 那天我上網搜尋 立場的定義是什麼 是你對於某一件事物 你一個個人 和你有關的個人的一種看法 而這種看法可能是來自於你的文化 你的家庭教育 等等一些客觀的環境 因素背景 形成一些立場 而那個立場本身 就是你會去捍衛它 就是打個譬如 如果用立場來講 而你自己都會選 你會選擇一些立場 譬如如果用政治來講 最容易就是 黃是一個立場 南一個立場 本土一個立場 而當你在立場裡面的時候 其實你講所有的事情 或者你的行為背後 你都是在捍衛這個立場 你要證明這個立場對於你來講 是對的 所以不同立場的人 其實是談不完 為什麼呢 因為譬如假設 你不要理為什麼 你這一刻 你是本土立場 突然間 你被雷劈一下 你突然變成黃 當你在黃的立場 看的時候 你所有本土立場 都會覺得是反忠亂講 那些事情 反過來同樣道理 你去到一個藍的立場 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其實很多時候 那個辯論 會出現的位置是什麼 其實是沒有意義的 當你跟一個人 如果他的立場 是很堅定的人去溝通 你無論說什麼 其實都是浪費 所以其實真正來說 如果我當辯論 或者我做一個papaganda 或者我跟別人去 去傳達一些訊息出來的時候 你真正要對口的人是什麼 是他這一刻 他未選擇立場的人 你就有機會 令到他在你的立場底下 所以有時候我們會說 我們溝通 如果你是爭拗 跟你完全 很簡單 如果用美國大選來看 你是民主黨的粉絲 和你是一個共和黨的粉絲 其實你所有的papaganda 都沒有用 因為你真的要吸納的人 其實他不是在敵對的立場 而是我們稱為中間 或者我們稱為未 取得一個stand的人 這個其實 說到好像很國家層面 但其實你可以把它縮回去 可能你公司的派系當真 或者甚至一些客人 潛在客人 你會知道什麼的客人 你值得花時間 譬如有一個人 其實他是 我用保險的例子 突然想到 譬如 假設市場有10個客人 如果你往往都只是 要把那三個 覺得保險是騙救人的人 然後想改變他 其實你是完全浪費你的時間 反過來 如果本身很購買的人 他已經購買了 或者是你的客人 所以真正中間的人 其實你是要留意 哪些人 他是開放的 他還未取得一個stand 在一件事裏面 而立場的建立形成 當然跟很多 剛才有說過 跟社會文化 甚至跟信仰 跟很多東西是有關係的 所以你怎樣可以 譬如我當見客 或者做一些 我叫相對上 Masty public的事情 其實你越是能夠理解到 那些人 即那些人 的Rationale是什麼 那你就越容易 可以令到那些人 跟你在同一個立場底下 而立場本身 其實你是容易 用一些邏輯 用一些邏輯的理據 邏輯的分析 來令到一些人 去轉變立場 即他不是已經鐵了心 但立場升一級是什麼 是信仰 信仰就不用談了 基本上 什麼叫信仰 就是你在一個不能夠論證的地方底下 你仍然會堅信的事情 譬如我們證明不到死了之後會上天堂 我們也證明不到 譬如會有六道論迴 其實這件事本質上 因為死了之後才知道 所以我們是驗證不到 但是我們都會有那種信仰 而那個信仰其實不是很少商量的 譬如你覺得死了之後會論迴 有些人覺得死了之後就會 德永生 德永生 有些人死了之後會覺得會落地獄 有些人死了之後就會有七十二個處女 即是你不知道的 但是那件事 當他升格到信仰的時候 其實是沒有討論空間的 即是 你剛才說 有少部份人的立場很堅固 其實改變不了他 其實某程度上那些已經是變成信仰 是信仰 即使科學都可以變成一種信仰 我免得說那麽多 總之今天 阿寶哥你今天 臉上了暗瘡 然後很大粒很恐怖 大媽瘡 然後我就用我的方法 你這樣跟這樣 你的大媽瘡就可以消失了 他吃完兩天藥之後 大媽瘡還在這裏 你也要時間 然後他就去看醫生 他有大媽瘡的時候 他很害怕看醫生 但醫生跟他說要開刀 切了一粒瘡出來 我去尋求其他的方法 尋求其他方法就問我 然後我就回答他 你吃這些吃了 過了兩天之後 大媽瘡都還在這裏 正常的 預算他還在這裏 但是他就再去看醫生 他就說 你的血濃度多了一些物質 高了一些甲 多了甲 或者就是 你的身體有不同度 之後那個人就害怕 就說 我明明只是想治療暗瘡 為什麽我的血濃度 那些甲濃度會升了 然後他就放 算了還是撤去算了 不要弄不了東西 因為這個情況發生 所以其實到最後是什麽呢 就是他覺得西醫這個方法不好 然後他去尋求其他的方法 但是其他的方法 給完他之後 他就回到西醫那裏 去論證究竟這個方法 對不對 到最後就是 他已經根深剃固了 就是算了 其實你只是找西醫 你只是挽救我 而我們的邏輯就很簡單 就是如果今天你 其實講過暗瘡 就是癌症 簡單說就是 你的癌症 可以生成的 就一定是你養大的 這個兒子 因為是你裏面的東西 無論你情緒好 你的環境好 你抱著WiFi睡覺 天天摘著路線 摘著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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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在我口裡的 那你當然要生氣了 在這個情況下 你的日常生活不改變 那是幫不了你 另外一個位置就是 你的飲食壓果然那樣 就是令你的身體 導致你現在的事情出現 那我們的食療 我們的果然那樣 當然是令到你的身體不同了 你不同了才有機會調整好 你沒有不同度 你怎麼改變 你沒有什麼改變的情況下 你預測有一個不同的結果 這個叫做狠狠 那我一定是動了你的東西 我不動你的東西 你怎麼改變呢 然後那個犀人跟你說 你動了那些東西 你又說 為何會動了呢 很害怕 你正在吃虧的 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就是 究竟你對那件事的理解是怎樣 其實那件事是你的信仰 今天你做了很多好事 仍然有些壞事回到你身上 我還信不信神 神也幫不了我 那我試一下不如不信神 到發生某些事 其實都是信神 都是神的知意 那最後就是你會發覺 這是一個信仰 你已經是沒有了觀點 也不是一個立場 因為你已經沒有邏輯 或者你沒有理由在裏面 這就是信仰 信仰沒有錯 信仰不是說壞 首先要再三自清 信仰沒有錯 我也有我的信仰 我也有這位是你不會說服到我的 每個人都有 每個人都有 只不過就是你要很清楚 知道你做這個決定 是不是基於 基於 還是你有觀點 你有你的立場 不要緊的 你要知道這件事發生 而不是我以為我很理性 你以為這個是我的觀點 但是其實是立場 甚至其實是信仰 我覺得這個是大家要誠實面對自己 所以我看那本書 那本叫做底層邏輯 裏面講這件事情 我想拿出來跟大家分享 其實當你理解做一個決定 或者你溝通出來的事情 其實你是基於什麼 你的後面基於什麼 你出來講的時候 第一你會少很多掙扎 如果那個是基於你信仰而做的 那你就擁抱你的信仰 我就是覺得西醫是最好的 其實本質上沒有問題 你覺得這樣 人家都可以不是覺得這樣 等於你信基督教不等於 一定要說佛教不好 所以不要撈亂 最怕有些人會覺得 那個他以為是他的觀點 甚至是事實 的時候你就會打架 所以也不是說信仰不好 信仰的力量是很大的 是關於你可以推動到一些 其實你本身都不覺得自己做到的 你會有一種力量來推動你 可能是傳播一些你想要的信仰出來 當然那件事你是有益世人的 對世界是好的 你自然其實也會做很多善事 所以那件事如果你很經過計算 坦白說你未必做到的 你想推廣一些善知識出去的時候 其實真的要有一些東西在你裡面 好像你的燃料去推動給你 所以這個 就是小小個人分享成長的東西 因為這個我覺得很有趣 所以特別跟大家去分享出來 好這集差不多了 這集差不多了 大家記得買個小廣告 現在我個人的教訓開放 也有一點點分享 最近也有一點點廣告 我最近做一個個人的諮詢 其實那是諮詢 下集我可以講一下 其實很多人不明白 諮詢是什麼 教訓是什麼 counseling是什麼 或者consultation是什麼 我們下次有機會可以分享一下 那裡面講什麼 主要就是想講 我覺得我個人的高度提高了 三四層都這麼高了 差不多了 拆解了一些 其實有位朋友 關於金錢的信念問題 他就是賺到錢的 但是錢漏不到 跟著 一路向內去挖掘的時候 就看到一些 什麼的信念阻礙了他 我賣個關子 這些同學的私隱我不說太多 但是就是那個問題 你表層很想賺錢 底層你很怕錢 那你就打了一招 因為無論你是信仰信念 或者立場都好 人本質上是一個 自我實現的動物 就是你會想去實現一些 你的底層的信念 所以這個東西 如果大家是同一到 世界會不會好很多 好 今天就到這裡 下次見 拜拜